幸福的一天,就是跟我一起边吃雪人,一起边飞上太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管它叫炒米饭呢? 因为它做完了以后看上去非常的像炒米饭 味道吃起来呢也像炒米饭 那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呢? 主要是用菜花 把菜花剁碎以后看起来非常像大米 然后把它和胡萝卜、鸡蛋、玉米粒在一起炒一下 就成了没有大米的炒米饭 那就来看看我的炒米饭吧 来看看我的没有米的炒米饭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炒饭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炒饭 比炒饭还好吃 我看起来是有后来有后来说炒米饭 好看起来 我看起来是有空之这 要好亟 有空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我们再来切菜花 把菜花切碎 看起来就像米饭粒一样 切好以后备用 把鸡胸切成丁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个鸡蛋 把鸡蛋打散 打散后备用 再来准备一下熟的玉米粒 然后我们热锅放油 油肉后先把鸡蛋放里炒一下 把鸡蛋打散 翻炒倒碎 倒碎后 先盛出装入碗中 然后我们在热锅放油 油热后将切好的鸡胸肉下入锅中 鸡肉变白后再把菜花和胡萝卜放入锅中 加入生抽 再放入蚝油 翻炒一下 再放入之前炒熟的鸡蛋 和熟的玉米粒 接下来再放入黑胡椒粉 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一份没有米的炒米饭就制作好了 制作方法看完了以后 非常的简单吧 这款无米炒饭 好吃低卡又饱腹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话 就帮忙订阅加按赞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拜拜喽